这个视频将演示如何使用直接剪眼镜 消毒手并向病人介绍自己 确认病人信息后向病人解释检查步骤 取得病人同意后即可开始检查 先用几秒钟的时间观察一下眼周皮肤及眼球的状况 注意几种 红肿及排泄物 眼球突出或凹陷 斜视 眼皮的变化 以及眼球和瞳孔的外观情况 下一步通过红光反射来检查趋光间值是否有异常 按三次按键把光调到最亮 然后把镜片架拨到顶部 把透镜趋光度调节为0 光源强度设定好后 关闭房间的灯将视窗置于自己的眼前 与被检眼距离一臂左右 要求患者注视光源同时观察两只眼睛 光线因从眼底反射回来穿过瞳孔 两眼看起来对称且明亮 颜色相似 任何不对称都表明异常 例如角膜疤痕 白内障 玻璃体出血或视网膜肿瘤 下一步 检查眼底 要求患者看向前方的一个固定的点 右手持剪眼镜用右眼检查患者的右眼 或者左手持剪眼镜用左眼检查患者的左眼 慢慢走进患者后向后倾斜 找到并顺着红光反射 以视线呈10到15度夹角的方法 慢慢靠近患者的眼睛 这时你应该可以看到视乳头 将剪眼镜更靠近被剪眼 你就能看到更大更清楚的视野 观察视神经乳头的边缘是否清晰 观察神经视网膜环的颜色和背盘比是否正常 然后沿着视网膜血管的四个主要的分支检查血管的情况 最后要求患者注视光源 观察黄斑的中心凹 未散瞳的眼睛会导致瞳孔收缩 你看不到中心凹 但是在散瞳后 能看到带针尖状反射的胶案的区域即为中心凹 重复以上的步骤 检查另外一只眼睛 检查完成后 感谢患者总结陈述检查的结果并消毒手 也请收看圣安德鲁斯大学阿克拉雅项目的其他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